针对富邦集团台湾大哥大 台湾大宽平在花莲开播 80个频道的新影音服务 是否涉及违反有线电视广播电视法 未均许可 擅自经营有线广播电视的服务 7号在立法院引起了立法委员林俊械人关切 咨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主委陈耀祥 对此陈耀祥表示 NCC目前已经展开了相关的调查作业 以了解是否有违法之处 我想这部分没有压力 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压力 假使委员会已经判定他是有线电视 他就在依法要来申请 说是没有压力 发言人脸上挂满无奈 富邦持续摆烂资料不给就不给 不甩NCC三月早就否决 旗下台湾媒体硬上花莲 经营OTT摆明要跟中央对抢 你没有申请 那你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可能有违反有广法第五条 那我们就会有广法第五十七条来论处 法条摆在眼前 台股媒体连话都说不清 采用哪种网络架构满是问号 如果是从有线电视头端传送讯号 百名大采红线可能触法 但没想到富邦甩都不甩NCC 承擦过程一拖再拖 立委直询台上实在看不下去 放出大炮 他申请架设是HFC嘛 对对对 这个是有线电视的设备 那他是电信公司啊 他申请架设这个干嘛 那你为什么要准他 请教哦 有没有其他的电信公司 也去申请架设这种设备 对电信公司 或是某个系统给垄断 那当这个系统 他又上下垂直水平 又开始兼做频道内容 电信保险金融电商富邦 偷拿吃相已经够难看 赚台湾人的钱 却在中国大量投资 审查结果屡屡晃点人民 NCC免不了被质疑 大财团难道就不敢开闸吗 他也做电商 他也做电信 他也开银行 面对直询被问的哑口无言 NCC主委只能搬出法律先党党 给不出其线下等同重容 富邦暂时经营有限电视 何时大到阔府祭出千万重罚 全民都等着看 记者综合报道